腾讯体育11月8月去欧冠第四轮小组赛中,黄马客场出战比尔森胜利,第九分钟,主队和罗尚夫斯基左侧下地坑传造成黄马进去混乱,那桥前点得解围杂,在横杨上又残回人群, 雷吉隆赶紧大脚开出禁区,主队险些取得领先而黄马则有拉于衡良方助逃过一截,第十九分钟,黄马获得大禁区又策认一球机会,克罗斯主拔至前点,贝尔飘呼跑位后,高高乐器回头望远,好在主队门架赫鲁斯卡注意力集中,勘勘将球拖出底线。 第二十一分钟,本泽马先停信不上也没稀释演出,大国前锋进区内拿球后面,对三人防守先是横下一波,旋即急停内扣,游刃有余地转开了比尔森胜利的后防包围圈,随后黄马九号又较低射,穿单组队门将为黄马先升多人。 第二十三分钟,黄马获得脚球机会,克罗斯主拔的脚球开向中路,拉莫斯前点扯动,贝尔担当掩护,比尔森胜利后来冒定,卡赛尼罗斯接而动投球得分。 三分钟那位黄马再下一程,第三十七分钟,来得早不如来得巧。 在巴略斯左路策动攻势,他的传球找到了右路后点的贝尔,威尔诗人高高跃起利压组队愿为投球回点中路,无人盯防的本子马,只需一个甩投,便完成了没开二度。 第四十分钟,半场打封的黄马再次收获进球,此前为队友做嫁衣的贝尔成为主角,把斯科斯左路突入禁区,后直传,给插上的雷吉隆。 黄马小将下地聊船,把,子马远点稍稍一蹭,为后点埋伏的贝尔搭上炮台,无人看管的贝尔是天王左腿轻推圆脚,轻松笑那大礼。